目前我們所在地 在北港塘廠的鐵道地景的空間營造計畫 那這個計畫營造的區域高達4公頃 那4公頃當中我們有營造出8個景點 然後還有包括10座大小倉庫的整修 整修的供期總共花了321個日一天 總工程金會大概是1億4千多萬 這個地景藝術結合北港塘廠 能夠打造把鄉客變遊客、遊客變常客 然後從北港作為起點一直延伸透過164 延伸到水林、口湖等等的觀光囊帶計畫建構起來 這段期間希望民眾來遊玩的時候 當現了眼睛 如果有任何的缺失 有一些要建議的事項都可以反饋給我們 我們做我們驗收改善的參考 那除此之外呢 整個北港這個就是 最主要這個歷史建築24個倉庫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整個就是修繕的工程 那也預計在兩年後會陸續把這個倉庫修繕完 在過年期間呢我們從2月7號 也會安排有就是專人在這邊管理這個停車場 還有廁所 所以呢所有的鄉親 我們在北港燈會是2月6號起燈之後 這段期間大家也可以透過 好好利用這個北港191號 酷文化產業區的這個停車場 然後呢從這邊停車之後 可以走路過去大概10分鐘 那就可以到北港草天宮 那可以走路散步整個 我們北港的今年安排的這個 四大主題七大燈區 過年期間呢 大家就可以把我們車子呢 停在我們164線進來 我們北港糖廠這邊 有這個500多坪的這個停車場 還有廁所 在2月11號開始 我們有環鎮的車輛在北港鎮 提供到我們朝天宮 武德宮 一民廟及雅軒 北港水稻頭文化園區 還有大副戲院 還有登記所 過年何處去呢 你就來我們北港 看燈會 還有來我們北港的這個倉庫 來看看我們的這個糖葉的文化